大家好 恭祝大家牛年進步 身體健康 其實踏入牛年港股波動相當大 而早前港股表升得相當好 去到30,000多 藉著北水開始有回歸 北水暫停後港股基本上已經累計升了1800點 所以回來後看到港股調整是比較明顯 其實這兩天最深點都是跌了接近1,000點 但調整會否已經完結 我相信暫時可以下星期初期都會鬆鬆 因為北水當然資金會繼續流入 但額度或者大家投資的股份板塊有一定不同 市場會比較大幅波動 而下面支持位樂觀維持十天線 其實大概是30,000點附近的位置 萬一在下星期又有些資金 抽走過程資金的情況 港股有機會震到接近2萬9,600附近的位置 但當然要留意 未來資金上或貨幣政策上的變向 若情況仍然是貨幣寬鬆的政策 港股還有能力再試一次 至近期高位31,100以上的水平 我想整體股份板塊 接下來會有比較大的波動 而下星期大家都會開始關注 在貴檢變動的情況下 到底哪些股份能夠有機會 新增可能加入藍醜 或者可以晉身港股通這個名單 因為在恆生貴檢的情況下 綜合指數都會變更 若有更多不同的股份 尤其是身上那些行夠納入互聯互通 到其是股價表現都會較為至理想 但現在這一刻好實說還是尋寶當中 所以近期市場方面都會繼續炒 一些本港復甦的相關股份 你看到一些地產股、零售股份都表現理想 若你說知一些大隻的科技股份 當然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趁一些調整的時候 開始慢慢部署 因為始終後續整體市況 或者整體資金流向 都會繼續偏向一些大型科網股身上 就很幸福